那我刚介绍到就是如果你要把通讯录单栏转三栏的话 其实可以怎么做 其实像我的部落格里面有个优点 就是我其实还蛮大方的把一些东西分享在这边 里面可能会用到的函数 包含就是什么column、rawindex这些 还有replace 这边有相关的公式也把它放上去 另外还有VBA怎么写 其实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 可以自己在这上面看 甚至的话我有把那个教学的影片 把它放这里 看一下基本上好像这边总共有五段影片 那如果你把这五段影片看完 我相信你大概也知道这个地方该怎么做 那诸如此类的 我放了还蛮多这些相关的那个 有些相关的影片的那个懒人包 所以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其实可以自己再花一点时间 这个VBA要把它学好 应该不是很困难的事情 OK那其他除了说 这关键字 Excel 我刚刚也查了一下 像Excel 其实为什么会找我来这边上课 你会发现我找Excel VBA 教学这个关键字 第一个也是我的 OK这是我的连结 教学 另外其实其他的话像 我除了说教这个VBA之外 还有教那个APP开发 所以如果你对于APP开发有兴趣的话 那我现在的连结是在这里面的排 这第一个广告 一二三排第四个 这边有我一个懒人包 OK 其他的话这个也是我放上去的 这个也是 Hello World 吴老师 OK 好 所以如果说你对于其他教学有兴趣的话 可以自己找一下 那网路上其实还蛮多的 如果你愿意学习 我相信网路上应该可以找到很多的相关资源 那再来的话呢 我们回来看一下有关那个 切到那个LEN 因为刚刚的综合练习体里面 会用到REPT加LEN函数 那请各位切到LEN 那LEN其实这个使用的方法非常简单 如果你要算这个身份字号 到底那个他的字数对还是错的话 那其实第一个你要算 他的总长度是不是几个字呢 身份字号应该有 十个字嘛 对不对 如果不是十个字那表示错误嘛 所以你可以怎么样 插入函数里面 用那个什么呢 文字 一样用文字里面的LEN 那他因为是用英文字母排列 所以呢你找到LEN 这一个 不是LENB 不要选错了 按确定 好 那给他身份字号 按确定 向下填满 你会发现 这个是对的 这两个是错的 那当然你也可以配合什么呢 配合那个逻辑 比如说插入一个函数啦 后面我们还会讲到 逻辑函数 这个文字下面的逻辑 if这个用到非常多 如果你要判断是否正确的话 那你可以什么 if 这个里面的资料 这个里面的资料 等于10的话 那表示是正确的 所以你可以打个Y好了 反之的话呢 就是 不是 就是no OK 就是N好了 按确定 那你会发现像他填满 他也会自动 把yes或no 显示出来 表示说 有两个身份字号是错误的 再来的话 按照这一题的那个解答 其实你也可以看一下云端上面 我这边有放 这个 是否正确 再来的话呢 身份字号的第二个字 那这个当然延伸性啦 其实在文字函数里面 还有一些应用 比如说包含像这边性别 那我要怎么知道说 这个身份字号里面 它里面有一个讯息 它的第二码 原则上 如果你的身份字号是 一的话 一定是男生 二的话呢 一定是女生 如果说你的身份字号是一 可是你看起来是女生的话 那理论上你应该是 就是可能 有现在很多女 很多男的 他也想要变女的嘛 那也许他 可能身份字号 没有去改了 不然的话呢 这个地方理论上 一的话是男生 二的话是女生 不可能有三 除非说未来 是不是内政部好像有研绎 就是他把这个取消掉 或者有三的话 可能性别 不一定是 因为中性 那不过目前的话呢 一跟二是男生跟女生 那我们要怎么样 把那个性别的部分 搬到这边来 那当然这地方 不是用你眼睛看 这边输入男 这边输入女 这边输入女 那如果说资料多的时候呢 你不可能把这些 全部都做完 所以呢 这个地方的 会比较麻烦一点 那这里 可能会需要做 两个动作 特别是要 顺便再跟各位讲 以后如果说 你们 需要的动作 第一个是 先把第二个字抓出来 等到抓出来之后呢 再做什么呢 逻辑判断 像刚刚用一幅的话 那你可以先把 那个第二个字 先抓出来 那第二个字 怎么抓出来 这里可能需要 一个插入函数 用到的是 那个文字函数 文字函数里面 有一个叫mid mid 这个mid 其实就是mid mid 意思是说 从中间 开始帮我抓 文字的部分 那按确定之后的话 它会有几个讯息 一 你的文字在哪里 test 在这里 star number 第几个字 那我要从 我要抓那个 第二个字 所以我从第二个字 number chars 这个mum 是number 意思就是说 你要抓 chars 是字元 意思说 你要抓几个字啊 OK 从第几个字 抓几个字哦 然后抓一个字就好了 那各位可以看到 结果的话呢 它会帮你显示在这里 所以你不要急着按确定 你可以看一下 这个是我们要的 这个是从第二个字 抓一个字 把e抓过来 按确定 OK 好 那按确定之后的话 不过呢 性别是1啦 但是我们其实不是要这个性别 我们要判断它性别是不是难 所以再来的话 请你把这个公式剪下来 剪下来做什么 记得哦 不要剪到等号 第二阶段 再做逻辑判断 第一阶段是 先把第二个字剪下来 再放在逻辑里面 逻辑里面你可以把它贴上 这个贴上之后的话 是抓第二个字 那逻辑什么呢 如果这抓过来第二个字 等于什么呢 等于1的话 不过特别重要 因为那个1 这个是文字函数 那文字函数抓过来的话 它也是文字 所以文字在Excel里面 记得前后一定要加双引号 如果你不加 这个是数字1 这个是文字1 文字1跟数字1 特别注意哦 在Excel 或者在电脑里面 是不一样的东西 很多人没这个观念 所以奇怪为什么错 其实主要是 你没有那个数字 跟文字不一样的这种概念 OK 所以这里非常重要 注意一下 然后呢 如果为初的时候呢 那它就男生 所以我就在这边输入一个什么 男 反之的话呢 就是女 OK 那这边的话输入男 反之就是女好了 OK 好 那输入完毕之后呢 不过你会发现呢 打个字哦 移开 它会自动帮你加双引号 其实只要前后双引号 在Excel里面呢 都是文字 OK 只要是文字 一定要加双引号啦 OK 这是一个基本规则 OK 这里一定要加 这里没加一定会错 按确定 下下填满 全部做完了 所以这里的话呢 主要我们延伸讲了一个 LEN加MID的函数 当然底下还有其他练习 有些比较简单 请各位自己练习一下 比如说MID函数 抓第四个 以后的资料 放在这边 怎么做 不是自己手动 请你用MID函数 还有什么LAPS LAPS顾名思义 从左边开始抓几个字 RITE的话呢 是从右边开始抓几个字 这些我想你们可以稍微自己练习一下 刚刚的答案在这里 这个 这两个 试一下 画面再还给各位一下 试一下 那其实你会发现 如果你把这些函数 学到熟 其实也还 我觉得工作里面还蛮有趣的 因为你 也相对的也会觉得很有成就感 为什么 因为很多 不管资料太多了 反正交到你手上 两三下 就是把结果给做出来 相对的你会觉得很有成就感 当然 在ESEL的应用不是只有函数 其实 还有很多像VBA的部分 VBA更有成就感 为什么一下按一个按键 所有的事情都搞定 这感觉其实非常的棒 那么 那么 呢 还带面 那么